天宫寺震撼亮相 台湾防空进入新时代 在2025年的台北航天展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 展览了一款重磅武器 我们期待已久的天宫寺终于来了 双击杀模式变轨能力 拦截高度超过70公里 这只是纸面实力 天宫寺的重点不是性能 其意味着台湾防空战略 发生了巨大转变 为了加强防空 台湾还推出了 史上规模最大的 特别预算采购案 要打造台版金穷 那么这款被寄予厚望的天宫 拥有怎样的性能 能否带领台湾防空 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 台版金穷能实现吗 天宫寺也就是天宫寺的增程版 在2014年年底 中山科学研究院 以强弓计划为名 研发两款增程型天宫寺 强弓一型为反弹道导弹 也就是天宫寺 性能超过爱国者三 能在更高的空域拦截来袭导弹 强弓二型则衍生了两个型号 A型导弹属于天宫寺的增程版 射高达到100公里 B型导弹则是新型 D对D弹道导弹 射程估计可以达到1000公里 在2023年 天宫寺就已经完成 初期作战测试 成功拦截模拟弹道导弹的 天宫二把弹 在2024年 天宫寺进入了批量生产状态 在2025年的台北航天展上 中山科学研究院 首次展出天宫寺 前一天还发布了 天宫寺实弹射击的视频 在九棚基地试射的导弹 也有天宫寺的身影 随时都能进入量产阶段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 这不仅是一款新式武器的问世 更是台湾防空战略的转变 天宫寺的亮相 意味着台湾与防空与导弹防御体系 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 转向高层拦截与有限威慑能力 比如强弓2B 1000公里的新型D对D弹道导弹 怎么看都不是防御 有消息人士分析 强弓2B型导弹 以同步完成作战测试 并纳入建案 这意味着什么 台湾的军事策略 正在从单纯的防守 向攻防兼备迈进 那么天宫寺行 究竟是如何从无到有 最终破茧而出的 与美智爱国者防空系统相比 没有哪些独大的优势 从技术角度来看 天宫寺属于天宫系列的极大成者 20世纪70年代末期 美国对台湾实施了军售限制 台湾急需先进防空系统 于是中山科学研究院出手 自研新一代远程防空系统 这就是天宫计划的开端 经过多年的发展 台湾推出了天宫一与天宫二 初步填补了防空体系的空白 天宫三则是中远程防空主力 定位与爱国者系列类似 可以拦截固定翼战机 巡航导弹 也能兼职拦截进程弹道导弹 有了这一系列的积累 天宫四的性能直接一飞成天 拦截能力出现质变 其拦截高度接近100公里 这远远超过现役的天宫三 与美之爱国者 这意味着天宫四 可以在弹道导弹的飞行中段末期 以及末段初期进行拦截 技术层级接近美国的萨德 与以色列的舰二 属于台湾防空体系的一次重大升级 天宫四服役之后 台湾就能在更高的空域 提前拦截来袭的弹道导弹 为后续的防御提供战场纵身 如果第一层的拦截失败 爱国者与天宫三 仍有时间进行第二次 甚至是第三次拦截 这极大的提高了整体防御的韧性 这就是分层拦截 具体来说 天宫四的升级 主要在于其杀伤机制与高机动性 这也是与爱国者不同的地方 在拦截时 天宫四具备双杀伤模式 也就是同时采用撞击击杀 以及高爆破片的杀伤方式 撞击击杀就是看到目标直接冲上去 以自身的动能彻底摧毁目标 对导引精度与雷达能力要求很高 拦截窗口一闪而逝 爱国者三就是纯粹的动能撞击 天宫四则是主打务实 具备动能撞击能力 也保留了破片杀伤功能 通过散步高爆破片 来摧毁或损伤目标 很适合拦截机动性较强 或末端变轨的目标 也能拦截战机 分导式多段头等复杂威胁 破片杀伤还有一个优势 对导引精度的需求较低 但拦截效果不会差 这种双重模式的结合 大幅提升了实战命中率 属于一种双保险的设计 不得不说 这种稳健与极致并存的设计思路 很适合当前的台湾 天宫四算是台湾第一种 以反弹道导弹为主任务的防空系统 具体能达成什么性能 暂时未知 保留破片杀伤 可以使得天宫四 在面对多样化威胁时 更具弹性 也更符合现代战场多变性 其次 天宫四具备变轨能力 可以拦截具备滑行变轨能力的 弹道导弹 根据专家分析 其应是采用推力矢量控制 在飞行中进行轨迹修正 这种高机动性 使其能够在 来袭导弹的飞行中段进行拦截 增加了拦截的成功率 与战场弹性 为此 台湾特意开发了一种 全新的主动向控制雷达 重新研发设计芯片 可以远距离精确追踪目标 并重新计划其轨道 预估弹道导弹的拦截点位置 之后将该数据 作为导弹的新缆截目标 从而改变飞行姿态 在2023年 中山科学研究院 就交付了 长白雷达的强化性 也就是 强攻主动向位雷达 这也是为什么 天宫四会采用两极火箭设计 天宫三为单极火箭 天宫四在这个基础上 又加了一极主推器 将弹体推至平流层后脱离 第二节弹体上的侧向推力火箭 使得天宫四在 西伯的大气中进行激动 为了提升拦截效果 天宫四的导弹飞控 运用复合操动技术 提示了导弹 在西伯攻击下的整体操控性 使其具备在平流层以外空域 拦截弹道导弹的能力 根据台湾军方的消息 9月下旬 天宫四会在九棚基地 进行实弹试射 目前公开信息中 并未提及试射的具体内容与结果 尽管如此 实弹发射与实体展示足以证明 天宫四的技术 已经进入成熟阶段 军方人士也透露 天宫导弹系统 渴望列入 不对称作战 极作战韧性特别预算 第一阶段 预计生产两套天宫四防空系统 导弹量产达128枚 这个特别预算也很重要 不过我们后面再聊 对于台湾来说 天宫四诞生之后 其战略也发生了改变 在此之前 台湾的防空强调的是 固守与被动防御 守住就行 但是强攻项目发展了两款导弹 一款是性能更强的防空导弹 另一款却是地对地弹道导弹 这不再是单纯的防空升级 而是将拦截与反制结合 会造成什么影响 暂时未知 至于天宫四的部署地点 台湾并未公布 估计哪里最需要 哪里就是家 基于天宫四的战略定位 大概还是周边那些区域 除了天宫四之外 台湾还要打造台版金穹 也就是上面所说的特别预算 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采购案 估计颇兆远 最近台湾军方提出 不对称作战及作战任性特别条例草案 这是史上规模最大的特别预算 从规模上看金额破兆远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笔特别预算会花在四个领域 第一 整合AI战产管理系统 把感知系统与火力单元结合 第二 提升感知系统 第三 加大战备总身 第四 建立自主的战备供应链 第一个领域的意思 就是全面提升台湾的防空系统 也就是本期的重点 剩下三大领域我们有空再聊 在强化防空方面 台湾打算增购天空三 采购天空四 以及NSAMS防空导弹系统 当然 就防空实力来看 台湾防空导弹的密度 已经是全球前列 只是数量多并不代表先进 防空系统的型号太杂了 现有的防空导弹系统 包括美之爱国者 自然的天空 加上NSAMS 陆射歼2导弹 复首者等野战防空武器 其实各有各的雷达车 有不同的指挥管制单位 看起来防空导弹很多 出了事大家一起上 只是 这只是看上去很猛 台湾的防空系统 是各自为政 缺乏串联 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 无法发挥最大战力 有时同一个威胁 可能同时遭到 两支四枚导弹拦截 造成资源浪费 同时 台湾对 小型无人机的防卫能力 也需要加强 所以 需要通过 AI战场管理系统 整合感知与火力单元 提升整体防御效率 这就是台版金穷的目的 就跟这个名字一样 台版金穷 并不是指单一的武器系统 而是将所有防空体系整合起来 组建一个多层次 多维度的防御网络 在这里面 天空4就是高空骨干 其拦截层级 与美之萨德系统相似 为整个防御体系 提供第一道防线 在这个体系中 中高层的爱国者与天空3 则扮演第二道防线的角色 剩下的则是 低层拦截防空系统 按照台湾的想法 只有将这些系统结合起来 才能更好地应对导弹 无人机 战机 以及武装直升机 等多重威胁 想法不错 那该怎么做 现在从头研发 是肯定不行了 太晚了 那么结果就只有一个 买 在特别预算中 出采购新防空系统 还有打造台湾 金穹防空网的经费 军方人士透露 台湾计划 打派爱国者的 LT AMDS雷达 以及IBCS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在美国这边 新的爱国者导弹营 就要使用新雷达 与IBCS 重点就是IBCS 凭借极强大的兼容性 美国可以将战区内的路 海防空雷达 以及空中预警机 卫星等情资 全部整合到一起 并提供给各接战单位使用 当部分雷达遭攻击 而暂停运作后 这套系统还能指派 其他接战单位 帮助指挥官做出决策 目前多个欧洲国家 已经跟进采用 比如波兰 在2025年2月 就决定投入近9亿美元 采购IBCS 将旗下的短 中程防空导弹系统 纳入统一指挥体系 讲话整体接战效能 韩国则将在2025年年底之前 获得首套IBCS系统 就这个结果来说 台版金穷 就是将高空的天公4 与中高空的爱国者天公3 以及低空的反无人机系统 整合起来 通过共同的指挥控制 与雷达预警网络 形成一个无缝接轨的 立体化防御纵深 听起来很有诱惑力 但真正执行起来 还有一定的问题 首先是预算与量产问题 要实现大规模部署 需要庞大的预算与产业支持 其次是后勤维护与人员训练 整合不同来源的武器系统 将对后勤补给 和人员专业素质 提出更高的要求 当然最关键的问题 还是在于美国卖不卖 无论是LT AMDS雷达 还是IBCS 整合战斗指挥系统 都是美国刚搞出来的 自己都不够用 加上波兰与韩国 美国没有足够的精力外售 最近华盛顿邮报就报道 特朗普或将暂停 一项超过4亿美元的 对台军首 虽然现在还没有敲定 但有这个苗头 即使同意 这些系统什么时候 能抵达台湾 也是一个问题 美国武器一直延期的事情 火力军都已经习惯了 以上这些问题 就看台湾如何解决了 解决不了 台湾金穷就会成为PPT项目 至于之前暂停的强弓2B型 现在好像已经重启 就像上面说的那样 有专家分析 强弓2B型导弹 已同步完成作战测评 在强弓项目中 美国也出了很大的力 对台湾提供了一系列技术支持 导航 控制组件 以及制作导弹等相关设备解禁 并且还整合与导弹相关的预警技术 不过以上这些援助 并不是没有代价 台湾需要与美国签订MT塞牙协议 内容就是射程在1000公里以上的导弹 弹头重量不能超过500公斤 如果导弹弹头的重量超过这个数字 其射程就要在300公里以内 于是当时有媒体声称 强弓2B导弹被喊停 但是就这个结果来说 似乎好像要重启了 按照媒体的分析 强弓2B都完成作战测试了 到底是真是假 火力军也不确定 中山科学研究院展出的是天宫4 如果重启 那只能说台湾接受了限制 或者是在台湾普上台后 台湾与美国有了新的合约 具体是哪一种 现在没有准确消息 总的来说 天宫4的调象 意味着台湾的防空实力有了巨大升级 这是台湾第一种 以反弹道导弹为主任务的防空系统 属于台湾的第一套防线 搭配天宫3 美之爱国者2改良型 爱国者3以及爱国者3MSE增成性 足以应对大部分威胁 如果后续打造金群 台湾的防空密度 也能实打实地转换成实力 不过无论是经费 还是采购难度 以及后续的维护等 都是巨大的问题 具体结果如何 谁也说不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觉得台湾 强弓2B导弹重启了吗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点点关注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 好的 各位观众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T恤 不仅超有态度 还堪称性价比之王 首先 它超级轻 拿在手上轻飘飘 穿上身更是零孵蛋 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 其次 灭料巨透气 就像会呼吸一样 就算在外面跑一天 也能保持干爽 彻底告别 粘密感 最关键的是 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 仅需很少的钱 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 质量和舒适度 绝对远超这个价位 闭着眼入都不亏 多买几件换着穿 也毫无压力 便接已经给你们上了 这种宝藏 T恤手漫无 赶紧去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